好了 可以 该我了 兄弟的粉丝来信中挑选一封 看的是哪一位幸运的朋友 希望是一个男孩子哦 真的就是要挑这个 影后陈佳话 谁呀 影后 谁在影视陈佳话 对呀 恭喜电影新天生一对上映 这是我盼了多年的希望 美琪姐姐陈佳话 电影大卖人人夸 大家赞美笑话 美丽无边就是她 同罗烧 同罗烧 美丽无边就是一个女孩 你好 来 来 乖乖乖 真好 真好 你写的影后是吧 对 你这是影后什么意思吗 知道 从北京的这个建筑学上来说 影后就是在影壁墙的后面 没有道理 就是啊 不好好念书的孩子才这样 看那儿去 贵姓啊 我姓赵 赵小姐 上学的吧 我毕业了 上班 我就是做电影行业的 真的呀 对 成龙 谢谢你 你费那么多 大哥 喜欢爱了是吧 对 好极了 有什么话要和他讲吗 就是因为判了这么多年 你终于演电影了 谢谢 对 所以 你说了他好像很不争气的样子 是啊 就是因为我做电影这个行业还是跟我的偶像有不解之缘的 因为就是当时上学的时候就是希望进这个行业嘛 然后就非常努力的刻骨读书 后来也就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和他在一个剧组里边工作 对 会成功的啊 我也希望嘉华之后能不光是得就是金马金像这些金鸡百花乃至奥斯卡的所有奖项 一份美好的祝福是吧 对 好极了 爱了 有什么话和你的粉丝讲啊 其实认识他们都很久了 然后其实在SH时期的时候就已经非常的熟悉他们了 然后一直以来他就是非常的支持我这样 然后最让我感动的是其实他们有一个组织 然后用我的名字成立了一个希望小学 哎呦 然后因为一直以来我们三个人都说不要再送礼物给我们 我们还比较希望就是你们写信告诉我们 你们做了哪些好事 然后把这些钱的买礼物的钱拿去帮助需要帮助的小朋友 那我觉得作为一个偶像就是有应该就要有一个这样的社会责任 然后去告诉爱你的歌迷 然后让他们要有一个正面的方向去前进 然后他们都做到 所以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 真好 故意善小而不为是吧 对 真好 这是应该的 哎呦太棒了 对 这就是我们喜欢偶像的一个正面力量 我们要将他们发散出去 影响到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的每一个人 以后不要再买东西了 把钱直接寄过来就好 哈哈哈哈 嗯 艾拉也有一份礼物要送给你的 对 艾拉告诉她是什么哦 嗯 也是一个精美的画色 哈哈哈哈哈哈 好吧 好 好 那我写给你 好吧 谢谢 好 好 谢谢 好 谢谢铜锣梢啊 好 谢谢过来 谢谢 你建议把这个话筒给我吗 不是 我们这边有一个要哭的人啊 哎哎怎么着啊 谢谢铜锣梢 谢谢希望你快乐 谢谢